Hello 大家好 我是奋斗容姐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就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 在这一年里 你们都经历了哪些刻骨铭心的事情呢 是生意失败 爱情破灭 还是婚姻解体 又或是好事连连呢 70后的容姐今年经历了生意失败 赔了大半生的积蓄 卖了房子 还了债 现在便归零了 身无分文了 居无定所了 岁末已至了 不管这一年好与坏都即将结束了 无论有多糟糕 都是成长和精力 欢乐也好 痛苦也罢 人生短短几十年 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呢 生意失败了 我们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从头再来呗 要不然能怎么办 是不是 老天就注定你在这一年卡跟头 那你必定会要卡这个跟头的 爬起来 派外昏尘 继续前行呗 如果您的爱情破灭了 婚姻失败了 解体了 那也不要起位 下一个路口会有更好的在等着 而且时间是最好的 这一商店的两票 无论啥事 都没问题 只要身体健康平安 家里人平安 这比什么都强 其他的就让他顺其自然吧 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呢 容姐祝大家呢 平安顺利 顺风顺水 吃麻麻香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容姐请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